走进文化中心志争堂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艺术作品 这是场大学美术系今年的毕业展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过程有些辛苦 但还是顺利的跨现实诊出 今年的展场会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是在台南文化中心 我们的展场大一点 我们就可以使用更大的作品 然后用比较特别的美材去做这样 大型的艺术品坐落在展场的每个角落 专业的展演空间 让学生们更有发挥的余地 今年也以不同的创作手法为主轴 展现出长容美术系多元的风格 大部分就是FRP 最传统的就是我们FRP陶土 然后雕塑类的就是用油土 然后像今年比较特别有 可能有多一些还养素质 然后有一些水泥 然后钢之类的东西 而这次毕展的主题就叫做 美术美术美丽的片术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美丽的片术就是 因为我们人都是视觉动物 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很美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去真正去了解 它里面的含义或者是什么 但是就是第一眼 这是人的第一个主观 在疫情下好不容易争取到校外展 最后一次与同窗布置展场 也让这些毕业生们心生感触 这个过程反而是比起我们在展览 更来的宝贵 因为我觉得也是最后一年嘛 大事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在一起 一起努力一起做这些东西 互相帮忙 然后到展场一起布展 一起完成 然后就会有一个成就感 反正就是最后一次展览 就轰轰烈烈把它展出来就可以了 那其实说实际我们这次的布展速度 比我想的还要快很多 我原本以为大概至少要花个很多时间 但是后来想想 这次大家效率都很快 我觉得哇好棒喔 大家都进步 感受到同窗们的进步 再下一步就要各奔东西 步入社会了 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 到五月底之前 都可以到文化中心 与这群热爱美术的孩子们交流 记者邱建讯林嘉义高雄报道